消极会人员乔装成年满20岁 但穿着高中职学生制服的民众 到贩卖烟品场所买烟 观察商家是否会主动确认年龄 并且要求查验证件或是直接拒卖 依据乔装测试调查结果 全国22个县市合计747家烟品贩售场所中 仍有29%的烟品贩售业者 为查验证件直接贩售烟品 那这部分我们做一些相关的调查 所以我们今天等一下我们就去看一下说 等一下我们就了解说 但我们调查了到底怎么样的调查的步骤 还有我们就调查了一个不合格的一个 情绪112年是什么状况 那一年来的一个趋势图是如何的状况 那另外再来110年到112年 各县市卫生局根据这样的部分 它有集合查处它到底是如何的一个 情绪的状况 那最后就是一个严害防治法 新制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宣导教育的一个介绍 好 那就简单的大概大纲是这样 好 那我们的桥装测试 因为112年的修正的第17条的规定 也好 第17条是不可以供应商品 即使贩卖也好 不供应商品给为20岁的人 那所以说这部分我们今天到的 四大厂厂厂也好 或者是连锁卖厂一般的商店也好 都是我们的调查范围 那我们调查的部分主要就是我们 因为未成年人我们也有考虑到 违法新的问题 我们今天让未成年人去买 可能会有一些教唆犯罪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还是以20岁的男性当调查员 但是我们希望他穿着高中生的制服 因为穿着制服之后 你是店员你就要一个疑虑说 他到底是不是高中生 所以你就势必可能要去调查一下 他的到底有没有买这样子的一个资格 所以我先请未买20岁的 他穿着当地的高中的高职校服去 然后看看店员说他看到未买20岁的 他是怎样的反应 他们做一个相关的一个年龄的调查 那我们去年的7月 就下半年7月到11月 一共22线市调查了747家 那包括联所便利商店 也包括槟榔摊 也包括联所超市跟大卖场 跟一般我们的商店 总共数量是747家 那我们怎么调查呢 我们就桥庄的调查员 他就先去买烟 那我们就看一下说他到底有问他说 你有没有买20岁 因为我穿着高中的制服 你一定要问我啊 你有没有买20岁 那如果说我有 那你是不是有就好了 你要不要叫我提供证件 要不要出示证件 应该主要是这样的两个步骤 那出现只要一个就是完全就没不管的 我就直接就卖了 就卖商品 这样我就是不合格 另外一个是有 我有问你你有没有买20岁 你告诉我有 但是有 然后我明明就算是高中制服 你没有做进一步的查核 如果没有查核 这样也是不合格的 那再来就是如果说有确认联益 然后也有确认他的证件 这部分是合格的 或者是根本没有问他 可是我就因为你穿的高中制服 不卖 拒绝败卖 这样子也是合格的 那是这样子的一个去调查 那最后我们会做相关的一个拍照存证 并填写调查表 完成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测试 一个调查 那再主要就是在大致上来讲 就是编辑商店 檳榔滩跟 连锁超市跟一般商店 主要还是在檳榔滩 檳榔滩是比较合格的比较不高 比较就是不合格的比例非常高 但这个其他部分大致上 都还是维持在三层左右 好 平均大概去年的调查不合格 就是四大类的场所 大概是29.4 好 那连续我们都连续了10年的调查 大致上从一开始的5、60%的部分 到现在都已经到29%了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趋势是一直在进步的 大家确实在贩卖烟品的时候 都会考虑到合格法性 而不是说今天有人要来买 我就直接卖给他 严害防治法第17条第一项规定 任何人不得供应烟品 给未满20岁的人 违反者最高处 新台币25万元的罚还 若遇到业者有难以辨识 消费者年龄的情况 依同条第二项规定 业者因要求消费者 出示证明年龄稳健 消费者拒绝时不得返售 那这9号副医师 封闲危害最大的就是我们的错焉 所以我想 焉对于国人的威胁 或者全球的威胁 不掩而遇 那么我们所有国家的 所作者的工作项目 大概就是以预防 跟其变的掌情再检 那么这个错焉的行为 错焉的阴害对身体 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因子 如果能够免以淹害 那么对于身体的危害 就可以降到内地 也是一个最有效的 预防疾病发生的一个 策略跟所段 所以我想 冯家属从长期以来 跟大家一起合作 致力以淹害的网址 那么新华在去年3月22日 正式上路 为什么这里面 其中特别把18岁的燕亭 拿到20岁 那就是说国际上的一些实证 证明说20岁以下 如果提早接触到燕亭 那么他未来成瘾的机会就越大 所以一旦燕亭成瘾 那他要戒掉 那可能他的困难率都更高 所以怎么样保护青少年跟这些燕亭 面与这些燕亭的危害就格外的重要 所以我们再把新华里面 把18岁提高到20岁 那这个过程中 当然会遭受到 大家对于在贩售上有一些不便 可是我相信 我们除了在商业的行为里面来讲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产品 那么有一些防止的手段 必要的行为他的年龄 必要的一些会欠或者是会叫 是会上时的我们来做了一件事情 那其实我们发现到青少年跟那个抽烟的行为 有上个周到的一个相关系 在相关的在研究里面 第一个就是他们性别 男生的聚烟率会比较低 也就是我们常讲 就是抽烟跟同侪的因素影响是大的 第二个部分是出于好奇 就是他们抽烟的因素也是出于好奇 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发现有相关系 就是零用钱越多 他们抽烟的行为比例会越高 大概就主要这三个 那这三个的话就会影响到说 接下来讲那个电子烟 那电子烟的话就是我们现在 因为透过网络 我轻轻就可以买到电子烟 那电子烟的话就是 不管是好奇或者是零用钱 都会有高度的相关 那我们如果去上那个电子烟相关的网站 会发现他好像是在卖彩虹糖 里面西瓜就是一个红色的 然后藏起来甜甜的又有凉感 然后有多哈密瓜是绿绿的 就感觉像在购买那个彩虹糖 但是对青少年来说 是很容易在网络上去购买 再加上电子烟它有凉感 藏起来甜甜的 在我们身上去遇到许多多的青少年 他们都跟我讲说 割抽的不是烟 因为我抽的没有那个焦油味 没有不喜欢的味道 他们觉得抽烟会带给他很大的 这种舒缓的感觉 还有精神的效果 所以我们经常上我们也很关心就是说 为什么这些孩子需要抽烟 需要电子烟 那他们的生活压力是不是太大了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长期在关心 这些青少年身心健康 到底我们他们的生活压力 是不是造成他们在抽烟这方面 有一些相关性 国间署呼吁落实拒售烟品给未满20岁者 由政府业者与民众共同携手 遵守贩卖烟品三步骤 问年龄出示证件告知法令 一起守护未满20岁国人的健康 记者问郁台北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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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